Eclipse了解,然後工作去做切換 再來的話了解這個所謂新建專案的流程 比如說我們新建有一個專案 然後裡面我們在Source 底下按右鍵新建一個類別 裡面的話基本上我們大概做了幾個練習 其實就是在雲端上面都有啦 1234反正就回去 就這些嘛 如果你沒有做完你回去再做 另外請做一些變化 反正沒有關係你就 稍微改一下啦 多一下什麼東西的 盡量做一些變化 再來如果說你環境有沒有 同學可能不小心怎麼樣 應該很容易出現什麼 這個不小心按掉 然後這個不小心 不小心就跑掉了 比如說這個地方 我不知道反正就有同學就把環境弄得亂七八糟 就是 已經 整個已經亂掉的話 記得一個動作就好了 就是在視窗裡面 記得這個功能 因為太多同學每次都問我說 老師我這個跑掉那個跑掉 跑掉跑掉 重設市井 如果你的環境不小心 換了位置了 搬了家了 找不到了 沒有關係 你就按一下去什麼 重設市井 這個太好用了 以後就 不會再 不會再有這個問題 按下去之後的話 他就幫你恢復成 一模一樣的 最早的預設 對不對 如果你不小心關閉了 或者是怎麼樣的 這也可以關了 有沒有 那這個也可以 蓋藥也可以關掉 不見了對不對 其實就重設市井下 是 就都恢復了 這樣子的話 你也 不會再找我麻煩 就 就這樣就好 不然太多同學就 玩一玩就 玩不見了 所以這個 請注意 什麼功能都不要記 沒關係 畫面上東西不見的話 記得請按 重設市井 所以下次不要再問我 這個東西不見了怎麼辦 當然你也可以再去找一下 因為這裡面的話 他叫做 市 市井 他叫做市井 或者叫顯示 就是 這個叫專案關 比如說套件管理員關掉 你要顯示的話 在這邊也叫套件管理員 按下去就出來了 所以你要看這個名稱叫什麼 關掉 你再去把它找出來 叫套件 套件管理員 套件 套件瀏覽器 然後如果蓋藥不見的話 就是在 這邊有個什麼 蓋藥 按下去不就出來了 所以這個都是對應的 如果你不想知道太多 你就是重設市井一下 就恢復了 然後專案部分完成之後 記得就把它摳走 那下一次上課的話 就可以繼續再 再來 然後除了這些之外 應該都OK 今天第一次上課 開個頭 後面的話 我們就會把一些sample 主意的帶各位 然後配合我們的 課程章節 OK 畫面先畫給各位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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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